大家好,我是Paul,周二到周五英文一起度 我看到这个新闻真的就笑了 真的太可爱,太好笑了 那笑之余呢,我们发现到 这里有个字很可以讲 就是我们有这样讲野猫野狗 那我们在台湾一般都很习惯的讲成 stray,stray cats,stray dogs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这样说是OK的 但是有另外两个字 你说野猫野狗难道不能用wild这个字吗 因为wild不是也是野外的野的概念吗 那还有一个词你可能比较不熟 叫做pharaoh 所以我这边都有把它打在我的标题里 所以有没有stray cats,有 有没有wild cats,也有 有没有pharaoh cats,也是有的 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会讲的东西 那今天这个故事其实很可爱 简单说就一只猪,它干嘛 这野猪吗 那它偷喝人类的啤酒 喝了18罐,它就喝醉了 喝醉之后找牛打架 挑战牛,然后被牛追了到处跑 然后到最后反正逃成功了 然后它最后就醉倒 然后pass out,昏倒了 那醉倒之后 反正就很可爱就是了 简单说是,就这样子 那你说好,这有什么好讲的 就可爱嘛 那这个东西现在正在网路上 有从今的疯传 事实上是一个2013年的一个video 所以an incident recorded in 2013 has gone viral on social media 所以社交媒体上这个东西 gone viral应该很没有问题的 总之就是疯传,网路疯传 13年的影片已经是9年前了 但现在在疯传 so,接下来说 a feral pig in Australia created a riot at a campsite 啊,这里就出现了 你看a feral pig,一只野猪 野猪其实有一个词叫做boar 所以你别想说pig就是猪而已 如果今天真的是野猪的话 本身就有一个词叫做boar b-o-a-r OK,可不可以加wile在前面 我看过,但好像实际没什么必要 因为boar就已经是野猪了 可是我们又回到刚刚要说的 到底有没有这三个的分别是什么呢 好,我们现在就先来把它讲掉好了 straight这个字其实在生活中很常见 不是只有野猫野狗拿来用而已 像我们讲说有两边在枪战 榴弹有没有 啊,这个谁谁谁路人被榴弹所伤 那个榴弹就叫做stray bullet 所以他本来只该两边飞来飞去 可是飞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歪斜到别的地方去 就是stray 所以这个用法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用在就是两人的关系里 那个背叛 OK,像红杏出墙之类的 也可以叫stray OK,也可以是stray 所以好,your wife is straying on you 老婆这个偷人之类的 所以stray这个字 你们这样子用是没问题的 好,所以stray这个词 在生活中其实很常见 那wild刚刚也跟你说过 可是wild呢 当然除了讲野外之外 也可以是脾气非常的野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如果说一个wild cat 我认为他有一层的意思是 这个猫是个性是野的 不见得表示说他的身份是野猫的概念 但是他的确也有就是野外的概念的 所以我们这边我先读一下下这三个的小分别 因为网路上去找的话 他没有三个一起比 他有两个两个一起比 所以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如果先把stray跟pharaoh拿来去做比较的话 我们就看这边说 stray cats are socialized to humans in most cases they were once pets who have either become lost or were unfortunately abandoned 所以先看到这里 所以我们台湾所理解的stray cats 的确就是我们讲流浪猫 因为他们本身可能跟人类已经有社会化过了 so they are socialized to humans 所以曾经被养过 那他们要不就是走丢了 要不就是很不幸的被抛弃掉了 所以stray cats 台湾的用法是很正确的 而如果你要讲pharaoh呢 又不太一样 so pharaoh cats have had very limited or no interactions with humans 所以如果是pharaoh cats的话 跟人类是没什么互动的 and have reverted to a wild state 所以他没跟人有互动 然后他就进入了野外了 然后他就事实上其中有个朋友 他前一阵子才真的在野外抓到一只猫 那那个猫就非常只有野性 他跟人是完全无法互动的 然后他就把自己给饿死了 所以他试着喂他东西 可是他不吃 然后就把自己饿死了 有点觉得这朋友这样不太对 但那个猫就很肯定的就是pharaoh cats 因为他并没有socialized的状态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说 pharaoh跟wild来做比较的话 所以这里他的描述 事实上我还是有觉得 有那么一点点 有那么一点点 有没有他的矛盾在 或许有没有 我先读一下 pharaoh is a term used to describe a domestic animal turned wild almost exclusively to a species that is non-native to an area 好这话还真的有点需要翻译 所以他说是一个domestic animal变得wild掉 我们当然也可以想象一个状态是 你今天去试着养一只猫 结果那个猫就根本拒绝跟你社交 结果那个猫你就认了啦 你想要去外面跑你就去吧 事实上我大姑妈曾经养过一只狗 那是店里买来的博美 那是我很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领养代替购买的概念 真的没有 所以也不要怪我大姑妈去买了一只猫 总之他们买了一只博美 那那个博美猫呢就 就虽然说被你养着 可是每次带他出去公园玩 他就乐不思俗 你叫他他不理你 他就不想回家 所以他等于跟你也没太有社会化 那后来我大姑妈就觉得 他fine你不要你不想跟我回家 算了吧 他就把他留在公园了 然后那个狗就变流浪狗了 可是他不是抛弃它 是那个狗不想回家 你看也有这种狗 所以这个狗可能就可以不要叫做straight dog 他可能就可以是feral dog 他本来是domestic animal 但他后来变成野狗了这样子 所以你看英文有这样的细微的分别的 真有趣 而且另外一个重点 他说almost exclusively to a species that is non-native to an area 所以你看如果说 在我大姑妈家附近的 那个小公园附近 是没有博美这个品种的 那后来多了这只博美 所以他就是一个外来物种 所以他完全fit这个feral的 definition 说真的 还OK 那下一个 we use the word wild almost exclusively to refer to a native species living in a wild state 所以如果说山里有野猪 那些野猪生下的野猪 那些就是wild 因为他本来就在那个地方 OK 所以像例如说 某些地方可能有些山猫啊 或什么那些的 那他们就可以叫做wild cat 没问题 因为他们可能在那里 繁衍了好几代都不一定 OK so that's wild 我们就把这个处理掉 太好了 那我们把这个故事看完一下 看有些什么词可以说的 那我们看这个chocked down好了 他去喝啤酒 喝了18瓶嘛 对不对 超屌的 那 excuse me 所以他们傻傻地 把他们的啤酒留在里面 让那只猪去接触到了 这样子 那所以这里说 one camper witnessed that their 18 beer cans were chucked down by a pig 所以他们有18瓶的啤酒 就被他咕嚕咕嚕咕嚕 chocked down 所以chug这个字 可以是就咕嚕咕嚕灌掉 buy a pig 那这个猪在找东西吃 was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eat from the trash alright 然后 这边有一个女生叫merita 然后他就接下来描述了一下 后来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merita narrated what transpired 所以transpired这个字 可能你比较少看到 但我们最简单的翻译 就是发生了 ok 所以描述了一下 what happened saying他怎么怎么 所以what transpired transpired这个字 看一下发生 好 所以他接下来就说 he then went and raided their rubbish 他就侵犯了他们的垃圾 then there were some other people camped right on the edge of the river and they saw him running around their vehicle being chased by a cow 所以另外有些人 车停在这个河边 就看到这个猪啊 被牛追着 所以看到他 running around their vehicle being chased by a cow 简单说他应该是挑战的牛 找牛打架 结果牛就追他 然后他就落跑这样子 好 所以apparently the pig showed up several nights in a row 所以这个猪 就连续好几晚出现 causing chaos 造成了一些混乱 helping himself to anything he could find to pick out on 所以他就自己找东西吃 那这个就是 打吃一顿 你就可以用pick out 来当成一个动词片语 right so he helped himself 他就自己 帮着他自己去 to anything 所以这里有个片语 我也稍微说一下 help 谁谁谁 to 加个另外一个名词 这里的意思就是 你帮这个x呢 去得到y 去吃到y 拿到他或之类的 所以这里才说 he helped himself to anything anything he could find 所以他就 让他自己去 吃了任何能吃到的东西 so the pig 所以再读一次给你听 so helping himself to anything he could find to pick out on 所以这里的pick out 就是大吃一顿 pick out ok 然后呢 这猪后来 大家隔一天就发去找他 他在哪里 这样子 发现他 在一棵树下 就追倒了 so he passed out under a tree 好酷 那比较不幸的是 后来他这台车 好像被撞了就是了 早来走去 好像被另外一台车 撞了 好了 anyway 这个故事来就到这里 就可以结束了 其实 好来 所以我们今天讲 事实上主要是三个字 就是pharaoh跟stray跟wild的分别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